Hello 大家好 我是Matthew 歡迎你收看影攝街 今天的影片就像之前預告一樣 是說Robert Frank 的The America 這段攝影集對我自己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因為我以前很喜歡深山大道 拍照的風格也是跟深山大道的模式 後來一天我就發覺不行 我應該要有自己的一套 不要經常都是這樣塗濾 於是我就留意到這本攝影集 看完之後也有點得著 其實原來街拍都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看看你如何慢慢發展到自己的風格 這本攝影集有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它叫做《20世紀最偉大記憶》 其中一本攝影集之一 究竟這本攝影集有多偉大呢?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看看 首先交代一下Robert Frank 是1924年在瑞士出世的猶太人 在瑞匯黎世學攝影 1947年移民到紐約 2019年過世 他這本書 用30mm的鏡頭 拍攝了1950年代二戰後的社會情況 他的風格也是和當時的新聞幾實攝影 有出入的 其實他就像是移民到國外人 去觀察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局 他其實是在1955到56年拍攝的 這本攝影集中的照片 他自己坐著一輛二手車 就去了美國48個州 經過不同的高速公路 然後在這個旅程中 就拍攝了28,000張照片 相等於大概是760多的 衣卷片 最後選了其中83張 就出了這本 The Americas 的這本書 說回當時美國 如之前所說 是二戰後大約十年 社會恢復和平 但他的問題其實很多都未解決 就像我上次看的那本 中文律師生的那本 就是香港戰後五、六十年代的情況 這本就是美國的情況 這本書中有很多當時的問題 例如有上流社會 貧富懸殊 種族歧視 黑人白人衝突 裡面還有很多 鄉村和城市生活中的比較 可能有人是紙醉金迷 但也有人可能是 在街邊坐著等運動 也有生到病死 就像是交通以外 蓋住車子 坐在公路裡 其實這本書是一個表達的組圖 他也很善於在用鏡頭時 用了五規則的構圖 以及未必一定去對中招 即是歐風去拍攝 他就是完全表達了自己想要的風格 就是跳脫著平時我們攝影學的基礎關框 就像一些很構圖的黃金三等份 或者怎樣的對中位 可能一定要在旁邊 或者這樣的主體是怎樣的 平時我們學攝影學的東西 到這個時候 已經跳脫了 其實是否那些基本功是不重要呢 也不是 但你學懂了基本功 就要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 就慢慢去改變 就不要寫一本通書看到腦 永遠都是那種構圖 其實你就很難去再進步 這本照片集出之後 在美國其實都引起了很多輿論 很多不同的討論 他的手法其實就跟平時 可能是以前報紙上的報道新聞 也很不同 所以這本書就是成為了一本 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 其中一本攝影集 但是在他出了名或怎樣之後 他突然之間 可能出了兩本攝影集之後 就不再拍照了 就去了拍攝電影 所以其實人有時都要跳脫自己的框 不要讓一些東西框死一字 可能一時成功 然後就永遠都原地踏步 這樣其實就不可以 我們也是要向前走 不可以經常都覺得 這個一定是對的 出了一本攝影集很受歡迎 那他的路是否對呢 那一定是對的 但是 是否從此之後 所有事情都一直繼續這樣做 即是 不去突破自己的框框呢 我覺得這個 也是很值得我們去反思的 其中一種事來的 那本攝影集就差不多到最後了 看看大家看完之後 不知道有甚麼感覺 那我就十分之欣賞這本書 即是看了很多次 好了 那書暫時就看到這裡了 那攝影集就看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感想 如果有感想或者有甚麼 可以留意到的 你也可以留言說下 那我自己就在裡面 就看了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攝影師 他們來現在大家流行 都是放單一張 就好像放在社交媒體上 放一張照片 很漂亮 顏色很特別 或者怎樣 很多人讚好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對這件事 很有興趣 有熱誠去研究 其實你應該可以用一組 早圖 五到六張 甚至七張 或者整本攝影集 講到你想講的故事 或者你的視覺是怎樣 或者你對世界的觀感是怎樣 其實在這本社交媒體上 我完全是展現了這件事 這是我其實很想做到的事 就像之前搞攝影展 希望大家可以在一組圖 可以跟觀賞者溝通到 不只是在技術 或者在器材上 顏色是否漂亮 那些愛在的東西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 先到這裡 在最後我用Worbert Frank的其中一句名言 去總結了今天的影片 他想說 他希望看他相片的人 就好像在重複看一首詩的其中一句 聽起來其實很有意思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暫時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阿滴